大家好,我是医生,关注医生,健康夸科 在中医学当中,黄芪被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补气药材 那么它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代 那么主要就是用于补中医气,固表止汗,还有就是沥水消肿 那么黄芪它的一个性味跟硅精呢 以及还有跟其他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一起搭配的话 是能够体现中医的整体观,还有就是辩证论治的原则的 那么以下就是黄芪与三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一起搭配的一个推荐 那么这些搭配呢,主要就是为了提升我们身体的健康 但是必须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不能完全通过这些来去替代一个医生的治疗 并且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最好是咨询中医师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这种辩证论治 还有这个药物的安全性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黄芪配上枸杞 那么中医理论讲,这个枸杞它能补干肾 归这个干肾两斤,能够滋补干肾一斤明目 那么黄芪跟这个枸杞搭配呢,又能够补气又能够养阴 同时呢,适合这种气虚同时伴随着干肾亏损的这一部分人群 那如果是比如说经常很疲劳,事物模糊 然后同时呢,还腰气酸软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黄芪搭配这个枸杞 来去增强元气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眼睛不舒服 所有的一些虚劳,我们都适合这一个搭配 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那么第二种搭配呢,就是黄芪配上红枣 红枣呢,在中医角度啊,它是归皮、胃精的 有补中医气、养血、安神的功效 黄芪跟红枣进行组合呢,可以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 然后呢,让我们的脾胃的这种孕化的功能强健起来 那么对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 比如说面色苍白啊,疲倦乏力啊,食欲不振啊等等 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 那么这种补气、养血、调和脾胃 是能够啊,让我们整体的健康啊,能够提升的 但是呢,当然这一个食疗呢 也不能代替专业的一个药物治疗 那如果是有严重的这种消化系统疾病的时候 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黄芪配上蜂蜜 蜂蜜呢,在中医角度认为呢 是可以润造的、止咳的、合中解毒的 那么黄芪配上蜂蜜呢 适用于这种因为内造导致的咳嗽、咽干、口渴等等症状 同时呢,也可以缓和这个黄芪它本身的一个燥热之性 那么两者加在一起呢,就会相对比较中和 能够体现中医讲的调和五味、补虚神的一个治疗原则 那么尽管如此呢,对于一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 或者严重的疾病,这种食疗的方法也是不能替代这种药物的治疗 还应当均许这种专业中医师的一个建议 好,黄芪与枸杞、红枣、蜂蜜的搭配呢 各有它的一个特点 能够体现中医这种药食同源的一个理念 但是呢,这种搭配呢,不应当视为疾病的一个唯一的治疗手段 在我们实践的当中呢,必须强调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大家学习这些中医知识能够有所帮助 好的,关注黑色,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